天然彩鑽 綻放繽紛圓木色彩 是買家和收藏家的心頭號 只有一個橘子 從100,000橘子 是一個幻想色的橘子 令它更為珍貴 通常人們開始用紙 然後用耳朵 從這裏可以改善 或是製造成一個大袋子 但這裏是一個人類的 這些閃爍迷人的珠寶首飾 可以在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的 香港國際鑽石、寶石及珍珠展 以及香港國際珠寶展裏找到 今年大會繼續以兩展兩地形式 向環球買家呈現珠寶首飾真品 其中一個來自西班牙的參展商 以俄羅斯童話故事天鵝湖為靈感 製成精緻華麗的頸簾 製成精緻華麗的頸簾 珠寶鑑賞和品質認證是重要一環 大會今年珍設珠寶科技廊 並舉辦有關珠寶科技的研討會 探討創新科技如何提升業界水平 香港科研公司Master Dynamic 運用納米科技以聚焦離子速專利技術 創造全球最小 無損鑽石本身形態的納米鑽石印記 我們其實開始做量子科研 在我們做量子科研的同時 我們發覺我們用了Focus Imbian這種技術 可以將一些氣體吸入鑽石的表面 產生一些Nitrogen Vacancy 把鑽石的表面拱起 可以作為一個納米引記 我們就用這個技術推廣 Focus Imbian技術 就是可以根本上改變防蚵問題 相關技術已經應用到 珠寶集團的產品系列之中 買家可以追溯鑽石的資料 進一步提升認證的透明度 傳統以來買鑽石叫4C 顏色淨度切割重量 我們就希望提供一個新的系統 或者一個標準叫4C 包括Traceability Transparency Truthful Thoughtful 當中最重要就是Traceability 我們希望可以將鑽石 我們知道的資訊 譬如說 它是由哪個國家來 它是由哪間鑽石公司賣給我們 它什麼時候切開去 什麼時候打磨 什麼時候相撼 什麼時候做印記 整個歷程 消費者可以完全清清楚地知道 那你購買鑽石的時候 多了一層信心的保障 兩大展會會聚52個國家和地區 超過4550家參展商 有來自烏克蘭的商家 選擇去到泰國 拓展一帶一路相關業務 我相信一帶一路 會對我們公司的行業 是會有幫助的 譬如在曼谷那裡 一帶一路 其實都在曼谷那裡 是有個點的 變成了其實相信 也會吸引到很多 譬如說遊客 或者很多生意 要過來在曼谷那裡 作為大中華市場的門戶 香港繼續發揮區域酸流的優勢 協助企業探索機遇 香港有很好的大學科研基礎 亦都有一個市場 還有我們是一個Gateway to China 中國有龐大市場和人口 提供了我們一個平台 去試驗我們每一個項目 香港其實是一個創新之中 也有一個實踐的很好的場所 可惡